那第三支会用手蒙住眼睛 淋漓尽致的表现出 谨慎善为与世无真的处世性格 真的好可爱喔 那你知道他的典故吗? 恭敬而不合乎礼 对 那就未免劳眷 那谨慎而不合乎礼 就留于怯懦 那勇敢不合乎礼 就会盲动错乱 直率而不知礼 就会留于尖酸刻薄 大家好我是林 大家好我是龙 欢迎来到玲瓏爱读金 有一天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介绍日本日光最著名的景点 也就是日光东照宫 它是世界文化的遗产 而且整个建筑物 比较偏向于中国式的庙宇 那它最著名的一个雕刻是三不猴 那这三只猴子呈现半蹲的状态 一只手会用手捂住耳朵 那第二只会用手捂住嘴巴 那第三只会用手蒙住眼睛 淋漓尽致的表现出谨慎善为与世无争的处事性格 真的好可爱喔 那你知道它的典故吗 不知道 它的说法当然很多啦 但是比较可告的是 它源自于论语中的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而且日本啊 它更生年的邮票有一年也取自这个图案喔 是吗 那你要不要跟我说说这是出自于论语中的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的哪一句话呢 这句话就是论语的言言第十二的第一句 言言问人 子曰 克己赴礼为人 一日克己赴礼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而由人忽哉 言言曰 请问其目 子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道 言言曰 回衰不免 请誓思语 来这句话来解释看看 好我们试试看 意思就是说 不合礼教的话不能看 然后不合礼教的东西不能听 不合礼教的东西不能说 不合礼教的事情不能做 那日常生活中要透过外在 比如说像眼睛 耳朵 嘴巴 身体 去严格的管束自己的言行举止 是这样吗 简单的讲这样没有错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礼教有这么重要呢 这时候要从这个论语 瑶约第二十也是论语的最后一句话说起 子曰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不知理 无以利也 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 不通晓天命 做不成君子 不了解理智 难以立足社会 不明辨人言 无法检查善恶 但是孔子本身 他就是一个懂得理 也非常讲理的人 那理其实已经 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当中 是他终生不变的一个习惯 也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 他都可以处理的恰到好处 但是我们又不是圣人啊 嗯 所以黄书有提到啊 理主公俭庄敬为立身之本 人若不知理者 无以得立身于事也 白话意思就是 理的精神 他是一个公俭 勤俭 庄严 敬重的 所以说公俭庄敬 是我们立身的根本 一个人不知道理 这个人不懂礼貌 不知道理就没有办法 立身于这个世界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理无以立呢 理啊是做人的准则 立身处事 身而为人 难免要与人打交道嘛 处事要符合道德标准 理是社会交往的基础 在孔子时代啊 理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包含了理俗 理节 理仪 礼貌 礼法等一切行为的规范 理是用来调理人际关系的 如果不知理 放纵自己的行为 会对别人造成不变啊 会引起别人的厌恶跟痛恨啊 一个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行不通 必然到处受挫 又如何立得住身呢 那孔子是如何讲理的呢 如果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 那么人就和禽兽没有区别了 社会也就没有秩序无法维持下去 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 如果不借有理啊 就达不到这个理想的境界 所以孔子在泰伯第八里面有讲到喔 功而无理则劳 胜而无理则洗 永而无理则乱 直而无理则脚 听了吗 可以翻成白话文吗 好 这句话就是孔子说啊 功敬而不合乎理 那就未免劳眷 那谨慎而不合乎理 就留于怯懦 那勇敢不合乎理 就会盲动错乱 直率而不知理啊 就会留于尖酸刻薄 在位的君子 如果能够用理的精神来宽厚 对待自己的亲人 那老百姓就会兴起仁爱的风气 那在位的君子 如果不仪器顾教 那则老百姓就不至于对人冷淡无情 喔那我懂 这就说明古人在字里是讲究合时合度的 过与不及都不适合喔 所以人的行为是需要用理来约束 才能够举止合一 这样对吗 嗯没错 而且孔老夫子又强调 重视理的实质而不是只追求外在的形式 更不能只是铺张浪费喔 所以在八一第三里面有讲到 林芳问理之本 子曰 大宅问理 以其奢也宁减 伤以其义也宁欺啊 哈哈哈哈 我听不懂 翻白话 这个意思是说啊 你看林芳在问理的本质 孔老夫子说啊 这个问题问的真好啊 而且意义重大 就一般的理来讲 与其场面非常奢华 林可非常的朴素简约啦 就商礼而言 与其这个宁文周辈 林可内心哀戚啊 可见孔老夫子认为 你最重要的精神是内在的恭敬堵城 孔子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 这时候就让我想到 优秀是教出来这本书的作者 也就是隆克拉克 是全美最佳的教师长得主喔 那也是唯一被美国总统接见三次的小学老师喔 那书中呢提到55条规则 其中的一条呢 就是与大人应对呢 要有礼貌 那第二条呢 就是当别人说话的时候 要看着他的眼睛 这些规则呢 绝大部分是来自 祖母小时候对他的生活教养 包含了许多待人接物的礼貌喔 嗯 礼貌待人啊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所以古训云啊 君子不失足于人 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 意思是说有道的人 待人应该彬彬有礼 态度不能粗暴啊 傲慢啊 更不能粗言不逊 没有礼貌的孩子 常常会遭到周围的厌恶喔 常常被人称作没有教养 这不仅是对孩子 不礼貌行为的批评 更是对父母缺乏 对孩子良好的家庭教育的批评喔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啊 孩子是家庭的一面禁止 孩子的行为的好坏 不仅代表他个人的行为 更是代表整个家庭的修养和形象喔 嗯 没错 所以所谓的礼貌啊 是你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 它不只是一种表象 它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跟善意 是基于对他人的重视跟尊重喔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可以提供给家长或者是老师做参考的呢 嗯 第一个建议啊 让孩子掌握文明的语言 重视礼貌礼仪 懂礼貌首先要从礼貌的用语开始 例如说请 您好 再见 谢谢 对不起 充分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 关心热情和谦让 在日常生活中 家长一定要有意识的 让孩子主动与周围的人打招呼 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一定要自谢 而对于比自己弱小的孩子啊 一定要谦让等等 让孩子从生活中的点点地义当中 了解文明语言和行为的重要性 嗯 作为家长 不仅要让孩子了解这些礼貌语言的内容 更要主要呢 要教导孩子领略这简简单单十个字的含义喔 还可以透过一些现实中的示例呢 教导孩子懂礼貌 讲文明 而且有意识地培养孩子文明语言的应用喔 嗯 第二个建议啊 对孩子要爱而务逆 学会尊重他人 作为家长要用明词的爱去教育孩子 要爱的有分寸有理智 这份爱是情感与理智的和谐的结合喔 在让孩子享受这个家庭亲情的同时啊 要教育孩子懂得爱 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 让孩子了解爱是需要付出的 而不是索取 学会关心别人爱护他人 明白大家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激发孩子对世界和周围人的关心 让孩子学会并懂得尊重别人 嗯 作为孩子的父母 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在生活中比如说像公车上 捷运上啊 家长要主动的让座 排队上车 排队买票 对别人的好意跟帮助要表示呢 由衷的感谢 带人接握彬彬有礼 这些呢都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喔 因此啊 家长要实时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 成为孩子的优良榜样喔 嗯 第三个建议啊 规范孩子的行为 注重文明礼仪 礼仪不只是一个人思想道德水平啊 文化修养 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 平时啊 家长要注重孩子的行为 所谓的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就是让孩子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嘛 避免孩子在公共场合 大喊大叫啊 走路横冲直撞 甚至说脏话等不文明的行为跟举止 其次啊 让孩子注重这个仪容仪表 养成每天早晚都能够刷牙洗脸的良好习惯啊 经常修剪这个指甲啊 然后请洗澡啊 请更衣啊 给人这种干净整洁 清爽俐落的第一印象 以良好的形象来试人 在生活当中 家长要注意培养孩子 待客要热情大方 主动与客人打招呼 待人接物要有理有分寸 而且谦虚和善 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嗯 但是你今天说的真的有点多 我脑容量又不太足够 要不要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呢 好 那我就用这个论语学而篇 的一句话来做总结 游子曰 李之用何为贵 先王之道师为美 小大游之有所不行 知何而何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哈哈哈哈 这句话意思是说 理罪可贵之处 就是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过去君王在治国之道 大小事都要依礼而行 有些事行不通 只为了和谐而合谐 不以礼价以节制 这是不可行的 所以凡事要有所节制 做到恰到好处 这就是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 没错 一个高素养有教养的人 必须具有良好的文明礼仪 只要有礼貌有修养 就会得到大家的喜欢跟欢迎 俗话说的好 少承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因此 文明的礼貌跟修养 就必须从孩子开始培养起 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文明礼貌 提升孩子的修养 不但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更有利于孩子未来在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跟事业的发展 更多读经教育的精彩内容 未来透过更多影片跟大家分享 大家在影片下方 也可以留下你对读经教育的想法 记得订阅玲珑爱读经的频道 而且还要打开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消息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不错 想要跟更多人分享 麻烦帮忙在影片下方 帮我们点个赞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跟支持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日本日光最著名的景点 就是日光东照宫 那日本 不好意思 日光东照宫 日本日光最著名的剧 剧团啊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脱口剧团是不是 哈哈哈哈 景点 我本来参加要讲剧点 你才第一句而已 而且你第一句就NG两次了 为什么不合礼教的 不好意思 礼教啦 礼教 我知道我讲错啦 我就是因为讲错啦 报告导演 我讲错了 黑导导你要数啊 你不可以只做补物 你要数321 嗯 第三个 是要规范 规范 规范孩子的形怒 哈哈哈哈 我前面也不行